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他在音乐的变化都比其他的行当较多 有趣的是老生却有三出戏都用了一轮明月做开场 分别是《成功》、《扣准》以及《无子序》 三个时代、三个完全不同背景、三个不同处境的男人 却对着月亮唱自己的心事 他们都获了失眠症 在这段漫版之中一夜就过去了 音乐的时间是快的 舞台的画面是明智的 而我们的情感却是高度浓缩的 这就是京剧独特的抒情美学 表演缺有什么让戏曲聊你一下 今天我们一起要聊一下的有两位演员 首先第一位是蔡月勋 大家好 我是蔡月勋 来自台北新剧团 第二位是李兆云 大家好 我是李兆云 也来自台北新剧团 这两位台北新剧团的演员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老生的主题 可是二位好像跟老生差距蛮远的到现在 不会啦 我在学校就是学老生起家的 学老生起家 但是现在基本上在特别新剧团是做导演 就是帮忙我们的米宝村团长就是做一些排练的工作 第二位赵云呢 基本上我们知道他都是老蛋演员喔 我在学校的资历蛮特别 就是舞蛋小生老蛋 后来又再增学一个老生 有人都会觉得戏曲演员喔 这个假话这个特别奇怪 尤其台上又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讲话 所以那个时候光学说话学这个唱 从字开始就不一样了吗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如果是唱京剧的话 我们必须要调整我们平时的口音 调整好了之后我们的口音 才有办法在舞台戏曲上 讲到所谓的自正强远 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个自投自负自尾 自投自负自尾 每一个字都要这么慢的讲 这个必须的 因为我们毕竟是在舞台做演出 台上台下会有一定的距离 甚至我们在讲的都是 可能是金白也有可能是韵白 要传达给观众 没有办法像我们平常聊天这么的快速 所以就必须要放大我们所有的 咬字跟心腔这样 既然字不一样 那声音要怎么样的去练出来呢 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讲话会破音啦 或是什么的 你练发声又不一样吧 小时候我们的练习的方式就是 对着湖或对着山海喊嗓 就清晨起床就是站一排 大家E跟R 就是闭口音跟开口音的 例如E好了 我现在只是把速度加快 不然我们基本上 这个E尽量能30秒 30秒可能我们弹完嗓 我们这集就结束了 那A呢 就是我们A吧 耳朵好像耳朵有点痛耶 小蔡你也这么喊嗓吗 是我们是一起就是接受老师这样的训练 应该说如果你在中气没有持续把它推进的那一刹那 你确实就没有氧气 那你就会断 因为老生跟老蛋基本上都是以本嗓发音 那这个有什么差别呢 我们老蛋跟老生 我们多数人的观念会觉得 老生是比较刚毅 比较男性比较power要比较大 然后老蛋是比较秀气比较内敛 其实刚好发声是相反 老生反而是要低着 然后悠悠扬扬的唱 老蛋反而是要有坑坑有力 男生反而要悠扬 女生反而要有力气的 所以京剧的老蛋 京剧的妈妈好像是有点强壮的 这个是一个航档特色 也包含我们的一开始的创造这个航档的人物的老前辈 李多奎先生 他的嗓音条件就是非常的坑坑有力 我们可不可以用一句话好了 来去区隔老生跟老蛋的差别 大家好好了 好 大家好 如果是老生的话可能是 大家好 那如果是老蛋 大家好 就是那个共鸣区会用的不大一样 老蛋的那个共鸣感觉是需要更古的 老生不能发出词音 词音就是女生的声音 可是你是女生 你本来就应该有女生的声音啊 所以我们如果是女老生要唱老生的话 必须要修掉那个词音 例如打气啊好 这个这样东西都得修掉 打气啊好 手指也跟着修了一下 对对老生啊老蛋啊 包含肢体语言 包含我们的所有的一个行腔都要不一样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刚刚语言讲说老声要悠扬 老弹要坑坑有力 那如果是丑声的话 它应该怎么样呢 对我而言 我觉得丑声就是嗓音 可能会扁一点点 像我本身我自己的声音 我不会像是正常老声的宽 厚 我的声音比较扁 比较窄 比如说他刚刚讲的大家好 我会打架好 这是老声 一听我的声音会特别的窄 然后特别的就是不够亮 以这个形式我去演我的丑声的话 也会占便宜 的原因在于就是比如说 许久今生关记它是一个丑 也可以丑声演的这样子 比如说当关不难 我成功好婚 一轮明远 唱唱唱üm 唱唱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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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其實像你剛剛趙雲講說老生老蛋 然後你又住演 又醜腳 你們演那麼多的角色在舞台上 會獲得什麼嗎 或是為什麼要演戲呢 你常常會覺得這是自我懷疑的時候 我覺得會的原因在於 以做演員來說 你會覺得說去掩飾別人的人生 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比如說我們投射一下 比如說我剛剛說的《許久隱身關記》 他是一個被埋沒才華的一個書生 當初我在詮釋這個角色的時候 我覺得我就是那個被埋沒才華的人 所以你會借貸過去 對 就是你在借貸的那一剎那 你會有更多更多的心情跟情境 然後來詮釋這個角色 所以其實你唱完的時候 你會有抒發的 那芸芸呢 其實趙芸芸姐每次在台上一張嘴的時候 哇 酣暢淋漓 每次她一張嘴大家都不用唱了 你這個抒發感我想應該是更厚重的 我的抒發感 應該說我唱金劇 最主要的原因 其實不見得是我很愛這個劇種 或者是我一定要如何 但是我是藉由表演找到我自己的靈魂療癒法 那生活不是那麼順遂的時候 我剛好唱了一齣李葵探母 對 那 淚雖乾今日裡又連連這一段 我馬上可以就在台上立馬抒發 當下就台上就是哇啦哇啦的在哭 就哭啦 對 就很紓壓 但是如果說你說我的人生是否是在這個社會地位 我每個人都想當富友人 都想當富豪或者當一些貴婦之類的 我可以在台上演吳國泰我就成就了我自己 其實我們今天還要聊的一個話題是失眠 因為常常在台上看到這個老生呢 對著這個月亮唱了一輪明月 或者說聽著這個暴經的 聽喬樓打罷了幾斤幾斤幾斤 唱著唱著一夜就過去了 你們過去有過失眠經驗都怎麼熬過這一夜的 我分享一下就是我常常做幾個夢 比如說我會夢到我在裝扮 然後我的詞啊 就是怎麼入不進腦 所以我就會夢到我裝扮好了 然後劇本還在拿著 但是台上已經在開戲了 然後我就會繼續背 然後背到我之前要上去的那一剎那 我就會合本 然後往上走的那一剎那 我還是忘詞 然後我就醒了 喔 睡不好 對 就是睡不好 睡不好跟失眠其實也是一個概念 其實像語音呢 忘詞的夢你也做過嗎 其實每一個人當對自己有要求 有壓力的時候都會有這個夢 例如我也會夢見要上場了 哪出戲開我都不知道 我還得看字幕 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常常人生對自己有要求的時候 我就會想到一句台詞 一句唱 文昭官的 過了一天有一天 心就泡死滾有間 我覺得這句詞啊 非常舒壓 非常符合我們就是在失眠的時候這個調性 因為失眠的時候就會覺得自己的人生是否明天應該怎麼做啊 這個過去所做的我今天怎麼還是這樣啊 會不滿意才會有失眠 在開場 主持人談到三位睡眠障礙的老生對著一輪名願唱心事 那你知道在京劇裡頭又是怎樣詮釋入眠與清醒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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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